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ETV的江人講師 今天很開心,旁邊是香港本土力量的主席河智光 現在變成貧道了 我看到這個聲明 貧道負責人 我覺得現在媒體真的很重要,尤其是網媒 無論看到一些大社交動態都是網媒 其實本土這件事真的難聽說 G29也說自己本土 中暑根也說自己本土 比較前的民主前線也是本土 熱血公運也說自己本土 現在又有香港本土力量 其實本土是甚麼,以及如何界定自己的方向和理念 本土我想有一幫社民連分裂出來的 叫做香港民進黨 都說是本土,但是道正本土 但是他們就說自己是中國人 我覺得本土 我想可以接受他們都是本土的 總之就是他們認為香港和中國 香港的人和中國的人是有不同的 就算大家都是中國人也好 都會強調彼此的不同 然後就說我要爭取我們香港本土的人的利益 如果說大家都是中國人 大家都分享香港的儲備福利 對,一樣而已 雙非都是中國人 香港兩萬億儲備分給他 十三億一起分 十三億不是個個分到的 我們那些七千萬黨員裏面 最高占的幾百個家庭 下來香港獲納錢 就是拿走大家都是中國人 這個本土的意思就是 就是拒絕一些外來和香港不同的人 來取得我們的利益 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我在這裡肚生肚長 或者我們父母也好 都在香港來了幾十年 或者你是爺爺 我代表你來香港 都是在大陸來 那就未必爸爸可在 即你意思是即將這個 即我不要叫我不要說中國人 因為很容易搞清 即我可不可以解決我 香港華人和中國華人這樣 即是香港華人 總之強調 在中國 即是中國的 中國公民 中國公民 其實在香港都叫 法律上都是中國公民 對 總之香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三樂星 或者新聞社 AZ就是在香港出生的 紅的那些 就是那些 在大陸來 或者移民下來香港 但是其實移民下來香港 是其實 下到來就支持 六八九 變成民建聯的投票機器 就是下到來支持共產黨 始終 九七前和九七後有一條界線 是 九七前的人下來香港 很多都是 閹共 拒共 恐共 反共 各種原因他們才下來香港 但是九七 九七前後 開始很多就是 親共 甚至是代表著 政府我贏你 特地 讓你方便些拿一個情證 你和香港沒有拉家 都拿到來 我真的認識 真的有些 我真的認識 那些 他自己的家 可能有些高幹 和香港全無關係 然後我去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同學 我家裡就北京不知星王 不知星王 那些 我爸爸 其實九十年代已經有 已經有了 因為我的單程證 他們都在虧 但沒有那麼猖狂 但九七後當然猖狂很多 所以變成九七後 那些 中國移入來的新移民 他們 那個 從以前 偷渡下來 或者是 各樣中國災難湧入來的移民 的性質是不同的 那些 反不反共的 程義傑是不同的 譬如我說 有一些九七後的 是大陸來的移民 但他都是心在香港 我意思不是民建聯 就是安香港的 是有一個香港認同感的 是反共 那些都不是本土的 都不是本土 因為本土必須要 和香港以外的離地 獨裁政權 對他 夠膽和他作對 如果我舉例 我說我民建聯中選筋 我是很本土的 我不要分離 但其實我爺爺說什麼 我就不說 他說建高鐵 我就建 就是本土的程義傑 我想 還要出現 就是2010年高鐵 因為建了一條 我們香港就沒有拉架 整條高鐵 只有一個站 在尖沙咀站 西九龍站 中間是沒有任何站 即不是香港人用 而且這條東西都很貴 價錢貴 票價值都將會很貴 即是權貴 大陸權貴 即是坐股鐵 或者是軍事用途 因為很多都是說法 就是方便軍事上衝過來 因為緊急關頭 就是一個個鐵 殺過來市中心 那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說 敢於和殖民政府去對抗 或者是和我們香港境外殖民中主 北京政府對抗 那梁天琦又算不算 因為我知道你屁股 都對旺角騷亂是否定 但是梁天琦新移民 她也是扔了磚頭 第一,我的理解就不是她扔 我的理解就是她 她未必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 她可能收到指示 要示威 然後撞一下盾 晚上11、12點 正常示威會不會搞到12點多 1點、2點 即她2點 好像我知道那個大情況就是 點多衝到桶裡撞 撞完就2點多 有警察向前開槍 但是你正常示威 用什麼搞這麼晚 你想佔領 但是你做什麼 夜媽媽年初一 個個都要見親戚 什麼好忙的 即是趁大部分人沒有空 他們罵阻擋著她做事的左膠 都要見親戚 你突襲她 你突然間搞什麼 根本是一個陰謀 然後她未知後面發生什麼 後面有另一批人 穿黑衣無嫌的扔磚 然後就說把那些扔磚銀進去 這幫人搞革命 搞革命 為什麼無端端有53萬神秘的研究 在黃台洋的袋子 其實53萬可能是很少錢的 背後可能還有很多 那些錢怎麼來呢 究竟是搞什麼呢 也都知道這個 這個那個暴動 講些很舊的東西 但是這個暴動是會影響3月 北京開會的兩會 但是那時候他們政治計算是另一回事 他可能是有些目的 要影響3月那個兩會開會的 無論怎樣也好 就是那個政治分析就不詳細說了 免得不死大家 但是我不會認為這幫人是假的 如果你要革命的 你現在不要去想著選 對不對 那些什麼 他們搞了一堆 青年新政 提他名字沒辦法 提個組織 清正 就是他們兩個搞了一塊 變成一個網台 然後他們甚至剛剛一起 和社民連的前主席陀軍恆去 去別論 在網上很高調的 未必有這麼多人留意 其實普通市民 未必有這麼多人留意 他們就在說這六四議題 一起就讀 六四議題不要提著 不是 我覺得 講得簡單一點 我作為一個港珠心態 因為梁振英上課之後 譬如駐港特派專員 行政長官 都曾經高調地批評過某些組織 收錢的 收外國勢力 給外國勢力操控 剛才也說到背後有錢的 你覺得背後的金主是誰呢 說本土一定是中方的 因為很明顯 你其實就是說 共產黨在香港最大惡極 共產黨都知道他的肚子很臭 他們知道 就計算到 有一些激進的反對派 掛著一個反共產黨之旗 你走得特別先的時候 可以在反對派裡面 拿到一些選項 長毛的激進 當然他的激進 就令劉慧卿 由以前90年代的激進 就變成了溫和 他們想到 長毛這個 formula 會令到以前的激進派 被淘汰或者變為溫和 他做一些再激進派的 就在反對派陣言裡面 掛了一堆票 他掛了這堆票之後 他就說 他們這堆的本土 是要主要攻擊其他反對派 不是打建制的 他講明去年區議會的選舉策略 又或者2月的補選 他們的策略 就是要打自己人的 2月的補選 就是梁天琦要打楊岳橋 即是打公民黨的 去年11月他們是打了自己泛民的 大家都反對共產黨的 為什麼你要去一句口號 陳雲是公開寫的 黃毓民就沒有說到 你是同一個陣營的 你不罵他 甚至支持他 現在和他一起選 你就要找數了 你要揹上罪了 說什麼呢 他說有本土投本土 沒有本土投土局 就是說如果你的區議會選區 哎呀沒有任何本土派的選民 只有泛民和建制和土共對類的話 叫你投土共 就是說如果你看到中樹根大戰 那個徐子健在柴灣那邊 那個是泛民的 至少親泛民 他就叫你投中樹根 其實是這樣的 他真的是這樣說的 我有貼存在我的窩裡 你說到這樣 就是說你刮了那些反對票過來之後 就洗他們腦 我們要激進 激進的方法 我們要革命 就消滅那些 阻止我們革命那些 反對派 是我們成為反對派的主流 你們自己打到死了 不如我又問一個問題 那既然土共已經坐大了 那很多人都說革命 本土 甚至是有一些人就把本土 就挖了等於港獨 那其實港獨和本土是否一樣 其實是否都是分開 還是本土目的最後都是爭取 要到香港獨立 剛才我可以說一句 本土可以說一句 你去說 譬如說舉例 我是一個上海的人 我是直轄市的上海市的居民 我保護上海本土 我沒有心獨立的 不過我不想外省人進來 拿上海市的居民 那個省籍的居民的資源 不是每個不同的戶籍捐過來 都可以拿到上海市的福利 上海他們或者北京這些城市 他們都有自己的本土 他們就是搞香港獨 現在譬如說舉例我們香港 當然我也不想香港降格 變成大陸的直轄市 可以先入獄 如果有對家看到 但我的意思就是 香港都想我們的利益 按照基本法寫著一國兩制 五十年不變 當然 如果某年某日 我覺得很坦白的 共產黨散了 中國亂了 你說香港到時想獨立 我真的不介意的 我不介意的 但是這個時刻 政治現實 我看不到共產黨生氣 總之你說支爆 我真的看不到其司法 我真的看不到 不如現實一點 他說多幾句 他說要獨立這件事 我覺得不必然 不必然 本土只是強調 香港本地人 就算你承認是中國人 都好 香港的中國人 都要和大陸的中國人不同 但是我自己的立場 我不是太承認 我自己是中國人 那譬如現實一點說 現在政府說 很流行說無實 按著現在的情勢走下去 即是當政府 無論是英國還是中國 都說 都好像不會太理會中英聯合聲明 甚至對香港監督的責任 都好像沒有了的時候 按著這個現實走下去 我給你選擇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維持中華民共和國的 一個香港對賓整區 一個就是香港變成一個主權的國家 那如果你是現在的香港領袖 你會怎樣選擇呢 其實 你現在問的東西是一個 很價值的問題 可能是一個科幻的程度 因為如果我回答你 我也剛才回答了 中國已經散了 獨立的所謂 到時候已經散了 但是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 共產黨看來都還未散 還未散 我一直喊 我很支持獨立 被人歸類了我是梁天琦 歸類了他們這些假毒派 他們收共產黨錢的假毒派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他們這班人 去攻擊對象 如果他們收美國佬錢 攻擊對象 就應該攻擊中方 中樹根啊 土共這班人 他們攻擊對象 反轉頭 打回反面 所以他們這些假毒派 我就不想說 我現在要支持獨立 我叫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這個時刻 香港的軍事地理形勢上 獨立其實是很難的 難的地方是因為 香港沒有軍事訓練 香港和中國的區隔 雖然有個邊界 但是那一條是河 不是台灣有個海 是吧 那你又不是自己的糧食 又不可以自給自足 吃水的現在被人控制了 是吧 那你很多個 如果獨立上面要建國 那基本元素 其實是沒有的 沒有的 就是可能你 就是 我看不到 就是你如果馬來西亞 要趕新加坡走 新加坡都近次香港 沒有了 沒有水不能自給自足 但是別人趕他走 50年前 現在你看中國 有沒有意願想趕我們走 他是大量推人進來 他就沒有想過 即是趕香港人走 不是趕香港人走 是啦 他不會趕香港走 是趕香港人走 事實他就可能說 你移民就輸了 你移民罷就好了 關我什麼事啊 我繼續擠人進來 他就是這樣的態度 那我們 即我對現在 港獨派的人 我不會掛港獨棋 我覺得真的 那樣東西去還 而那些很夠膽叫港獨的人 我衝上支聯會的台 叫港獨那些 那你真是九五六八 即他 他背後有一些很神秘的bag out 我來想 都是同一條 formula 我最激進 我港獨 最激進 立完票是針對回法文 即是打回自己反共陣營 你說反共 但實際上你是反反共的 好 六四這件事我也想跟你聊 因為我看到有六四聲明 我覺得也有趣 我想下一集也跟你聊這件事 好嗎 我們下集見